伊拉克軍方表示 至少四枚火箭彈 週六擊中巴格達伊北的巴拉德空軍基地 造成一名伊拉克承包商受傷 這名承包商為駐當地的一家美國公司工作 該公司負責為伊拉克軍隊維修F-16戰機 這是不到一週內 美國軍隊或美國公司進駐的伊拉克基地 第二次遭到火箭彈襲擊 目前尚無團體宣稱對襲擊負責 伊拉克官員指出 伊朗支持的武裝團體 以往多次出面宣稱犯下類似攻擊事件 上週伊拉克北部阿比爾國際機場附近的 美軍基地遭到火箭彈襲擊 導致一名美軍承包商死亡 另有9人受傷 美國拜登政府表示憤怒 稱將先確定犯案者 並保留回應的權利 截至目前尚無進展 就在最新的襲擊發生前 北約上週宣布將大幅增加 在伊拉克的駐軍 從500人增加到4000人 以對抗當地的伊斯蘭國組織殘餘 美國在伊拉克的駐軍去年開始逐漸減少 目前大約有2500人 新唐人記者金時綜合報導 把搭載上開的 modèle 上週五 林類の字幕 你也有所在意的 下週五 林類的 下週六 下週五 林可 下週六 下週五 林可 下週六 下週六 山上 chang 下週五 下週六